为什么呀 你们想一下 种子是它的后代 对吧 那么它子房下位之后 它有利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种子 更好的保护种子 所以说这是一种进化的趋势 一种进化的方向 一种进化的方向 那么根据这个子房上下位 子房上下位和这个 它其他的结构 比方说花饿花冠雄热的结构 我们又分为什么呢 花的结构我们有不同的称呼 你比方说像 我们叫什么呢 分别有子房上位下位花和子房上位周位花的区别 子房上位下位花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这个图 就是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图典型的叫子房上位下位花 指的就是子房首先长在这个花托之上 对吧 那么花的其他结构 像熊瑞花冠和花果的都长在 通通长在子房的下方 理解没有 这叫子房上位下位花 这个下位的位置的就是什么呢 花的其他结构 其他结构是什么 熊瑞花果花冠 那么它长在子房的下方 我们称之为子房上位下位花 但是有些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说会出现子房上位周位花的情况 什么意思呢 你们看这个结构 就是说这个图里面 那么它的花托是凹陷的 子房仍然是一个上位 对吧 可是它花的其他结构 像熊瑞花果 花果都长在子房的什么呢 上方 它处在什么呢 这个凹陷花托的边缘 周围我们称之为子房上位周位化 理解了哈 这是子房上下位 那么 子房下位的 大家想一想 当然子房下位肯定就是子房下位 什么花了 上位花 因为它的花肯定处在子房的上方 肯定处在子房的上方 这就是子房什么下位上位花 子房下位上位花 这是我们说的子房的上位和下位 那么第三种位置就是子房半下位 半下位很好理解 它指的就是花托和子房 只有一部分愈合 另外一部分的子房 那完全是独立的 这叫半下位 像我们常见的像这个杰梗科的杰根鼠的植物 杰梗杰根鼠的植物了 那么它的这个子房 大家注意 我们如果做个顿切 做个顿切之后 你们注意 涂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独立的什么子房 而凹陷的这一部分包括了花托和子房 所以它是属于这个子房 这个半下位 属于子房半下位 我们在生活中 如果说我们表示的时候 以后我们用花托是表示的时候 大家注意 子房我们通常用这样一个字母来表示 如果在它下面画一下很显 我们表示子房上位 如果在它上面画一下很显 表示子房下位 那么它两次都有明显的 这叫子房半下位 我们通常这样来表示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就说是我们从这个子房的位置来判断 花的其他结构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了子房上位有什么呢 有下位花和什么周围花的区别 那么子房下位了 肯定是上位花 而子房半下位了 那就应该是周围花了 就是它花的一般只要是在什么呢 花托的边缘 那就是周围花 这就是子房位置和这个花的关系 那么我们看见这些图示就很清楚了 那么你们注意 在这个地方有两类 那么这个图 我们总的大家看到这个第一幅图了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典型的子房上位 它们跟花托仅仅是肌不愈合 对吧 然后花的其他结构处在子房之下 这叫子房上位下位花 那么下面这个呢 同样子房和花托肌不愈合 可是花的其他部位处在子房的什么呢 上侧 我们称这位子房上位周围花 那么子房下位可以看得出来 子房和花托全部愈合 那个花的其他部位处在子房的上方 我们称这位子房下位上位花 那么当然周围就很好理解了 周围子房半下位属于什么呢 子房半下位周围花 那么这些注意啊 我不希望你们去死基因被 而是一理解之后那么就很好说了啊 这学后判断就行了 这是子房的位置啊 子房的位置 那么往往是这样的 我前面说过在子房里面啊 在子房里面往往装的就是什么呢 它的繁殖结构就是胚猪 胚猪 胚猪是什么呢 就是在子房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那么我前面说过胚猪里面装有这个卵细胞啊 装有卵细胞 卵细胞受精就会形成跟胚猪一起发育形成植物的种子啊 形成植物的种子 那么胚猪往往在子房里面的着身啊 胚猪在子房里面的着身是非常有规律的啊 非常有规律 我们把胚猪在子房里面着身的这个部位 我们称这位胎座 那么你们想一下 这个很好理解 我们人体啊 子宫里面的胎儿在子宫里面所处的位置叫胎盘 对吧 胎盘 那么这个胎座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胎盘 但是植物的这个胎座 或者说胚猪在子房里面的着身的位置 那很复杂 那很复杂 这一部分要请你们同样掌握 为什么呢 你们把这一部分学好了 我们后面给你们讲果实的类型 那很简单了啊 所以说这部分是我们学习果实类型的基础 同时胎座的类型 也是我们进行植物分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呃参数 一个参数 呃 那么注意 我们根据这个胚猪在子房里着身的情况 我们把这个胎座的类型分了这样六类 分别是边缘侧胎座 侧膜胎座 中轴胎座 特立中央胎座 机身胎座和 顶身胎座 那么最后这两类呢 在子房里面只有一个胚猪 而前面啊 前面的这个边缘胎座等等 那么他们里面的这个胚猪的数目就不一定了 啊 有大多数出现多媒的情况啊 大多数出现多媒的情况 那么在这几个胎座的学习 要求大家注意学习技巧或者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构成这个子房的心脾的数目 听到没有 这是一个学习的关键啊 心脾的数目 第二个 构成这个脂肪 心脾围起来脂肪的史数啊 脂肪的史数 这两点是什么呢 啊 学习的观点 第三个就是 如果说是多心脾联合起来的脂肪 那么看他心脾 复分线 联合之后是否向脂肪内延伸 这是第三个啊 那么这三点如果说大家注意了 那么这个胎座的类型很简单 我们说一下第一类啊 第一类 我们叫边缘胎座 边缘胎座的特征是这样的 就是 这一类胎座一般是长在什么心脾里面 一般长在 只有一个心脾构成的子房里面 那么 只有一个心脾构成子房之后来 这个心脾围起来的两个复分线上面 它就表示呢有什么呢 有黑猪对不对 那么像这样的我们叫 边缘胎座 那下来像豌豆 啊 你们知道豌豆的那个 准子总是长在一侧 那一侧就是复分线 咱们吃的桃子 杏 这些的胎座都是典型的 这个什么胎座 叫边缘胎座 啊 它只有一个心脾 那么它子房肯定只有一个 而如果跟这个相似的是这样的 相似的就是 如果说 有很多的心脾构成 啊 很多的心脾构成 它的胎座也是长在什么地方来 这个封门线上 我们把这种胎座 我们称之为 什么呢 侧膜胎座 那么这是已经是多心脾和身 此外了 第二个特征就是 它的这个心脾构成的 脂肪的史数还是仪史 就是脂肪的 风温酱没有相对延似 把它分割开 它只有一个史 这叫侧膜胎座 那么像我们生活中所常见的 像油菜 啊 油菜那个油菜 那个脚果成熟之后了 那么它的这个 它是两个心脾 啊 两个心脾构成之后 就是这样啊 这个 那么它的胎座因为长在这些位 啊 长在这些位 这就是胎座了 我们称之为 侧膜胎座啊 一定是多心脾和身 但是只有几个史来 一个啊 胎座长在这个脂肪的什么呢 脂肪周围 其实就长在复分线上 你们理解为 那么跟这个相似的是这样的 跟这个相似的就是 尊重胎座 尊重胎座的意思是 您注意啊 它的特征也是什么呢 那个多心脾和 多心脾和身 可是它的特点是 复分线来 一直相对延伸 把这个脂肪来 分成多个尺 那么它的胎座同样 着身在什么呢 峰纹线上 哎 着身在峰纹线的边缘 这叫什么态度 叫中轴态座 那么你们注意看啊 这是个什么结构 平面结构对吧 如果立体结构看起来 它的中央应该就是 从脂肪的角度来说立体结构 那么中央应该有个柱状的结构 对不对 有个柱状结构 那么这上面就有很多的什么呢 可以出 这就叫 尊重胎座 哎 尊重胎座 那么它这个尊重 应该要延伸到脂肪的什么呢 顶端才对 对不对 它把这个脂肪分割成几个尺 多个尺 分成多个尺 这就叫 尊重胎座 那么我们生活中所见的 你比方说很多的硕果 很多的硕果 像因素 像阳金花的果实 曼陀鲁 这些轴的 典型的是这种什么呢 叫尊重胎座 它把这个脂肪分割着很多尺 分割很多尺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风温线相的延伸 它们联合形成一个轴壮的区域 这是尊重胎座 那么假设 在植物进化的过程中 它有些看作是这样的 它这个尊重呢 有一部分呢 这地方是 没有了 那么也就是 它其实没有分化的脂肪顶端 对吧 下面是什么 风温线还是联合的一起 这种我们叫什么呢 叫特立中央台座 那么你们注意一下 这个特立中央台座 这个方式联通的 这几个室 一个室 这就特立中央台座的 这个 那么它跟尊重胎台座 两者有什么呢 有渊源 或者是有相似之处 特立中央台座的植物 在我们植物分类上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类 它形成了一个木 叫中央准子木 叫中央准子木 这一个木的植物啊 很多棵啊 它有很多棵 非常有意思 人们发现啊 凡是具有特立中央台座的 这样的植物 它们的花的形态 可能差别非常大 可是它们都含有一类 相似的成分 叫甜菜碱 有人称之为 Beta-Lain 它英文叫Beta-Lain 那么它叫甜菜碱 这个中央准子木的植物很奇怪 形态上差别非常大 它们的台座都是特立中央台座 它们含有一类相似的成分 所以说有人在这个 搞植物化学分类的时候呢 它们发现什么 这些植物的花不一样 可是它们的什么一样 台座一样 它们的成分也是一样的 所以把它们归在一个墓里头 归在一个墓里头 这是特立中央台座 那么前面讲的这些 台座的类型 都是什么呢 大多数的台座里面 的胚出都是多媒 第五种我们称之为 机身台座 机身台座很简单 主要就是 什么呢 这个子房是有多性皮联合形成 或者一个性皮 或者多个性皮 大多数多个性皮联合形成 那么它的胚出长得什么呢 长得脂肪的肌部 理解没有 长得脂肪的肌部 这叫什么呢 叫机身台座 一般来 只有一个 这种子房只有一个 这是机身 相反的 如果说它的那个 胚出长得脂肪的顶端 这叫顶身台座 叫顶身台座 像我们吃的什么呢 像葵花籽 我不知道 你们大家想一下 你们这葵花籽 是这种倒三角形的 对吧 那么一般是 它是倒叉的这个位置 这个果实的时候呢 这是子房的肌部 它是点心的 机身台座 你们注意下来 自己看一下 我们吃的葵花籽 主人总是长在这个位置 跟这个地方捡起来 你见没有 这叫什么呢 顶身台座 哦 机身台座 像我们建的那个张树 张哥植物的那个 黑猪 它主人长在子房的顶部 这叫 顶身台座 顶身台座 这是胎座的类型 那么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看的是 我们做了一个图示 一定要理解 那么这个典型呢 就是什么呢 边缘菜座 对不对 一个心皮构成 一个心皮构成 这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F和G 你们注意是 多个心皮联合形成 对不对 这就属于什么呢 侧摸菜座了 你们要注意啊 它的那个胚珠 总是长在什么呢 相邻 心皮的副分线上 相邻心皮的副分线上 这就是什么呢 侧毛太座 如果这个副分线 一直延伸到了什么呢 中央 就会形成什么呢 中周太座 就形成中周太座 那么它把这个子房 分成几个室来 多个室 分成多个室 当然这两类什么呢 那么这个长的子房基部 这就是基身 这个长的子房顶部 这叫底身太座 我们在植物里面 常见的这个底身太座的植物 种类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那么上面的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特立中央太座 你们注意 上面的这个中竹 它消失了 是不是 所以它是一个屎 但是多个心皮构成 所以称之为特立中央太座 这就是太座的类型 那么后面 我们看一下图就行了 看下图 这是边缘太座的豌豆 豌豆是一个心皮构成 它只有一个屎 它的胚珠 很多胚珠 找生的这个什么呢 风纹线的边缘 这就是边缘太座 这是侧毛太座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 油菜的果实 对吧 油菜果实裂开之后 它是两个心皮 其实它是一个屎 为什么我们有人 为什么它两个屎来 对油菜来说 它中间出现了一个假的那样 一个隔膜 它是膜制的 净透明的 有人认为它是两个屎 其实它是一个屎 一个屎 这叫侧毛太座 那么中猪太座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什么呢 柑橘树的植物 你把它切开之后来 那么它的分成了好几个屎 是不是 分成好几个屎 所以典型的什么太座 叫中猪太座 中猪太座 还有特立中央太座 那么像石竹科的植物 就是典型的这个什么 中央准子木的植物 它是典型的特立中央太座 就是在这个区域之下的 全部是什么呢 中猪 上方的中猪有没有了 梅老啊 这个区域的中猪梅老之后 它成了几个屎 只有一个屎 只有一个屎 那么机身在座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 再看一下这个图 像我们前面见的这个向日葵 那么它的这个什么呢 种子 长到这个位置 这是什么呢 子房的肌部 子房的肌部 那么这个已经是果实了 已经是果实了 这是典型的机身 那么有些那个什么呢 是顶身材坐在这个位置 你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张树的这个花 中央这是子房 把子房做的切开之后 你们发现中央量的 这就是它的什么呢 顶身的胚猪 胚猪长在什么地方 子房的顶端 这是典型的什么胎座了 顶身胎座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胎座的类型 胎座的类型 那么在这个胚猪 着身的胎座上 它有一定的着身方式 对胚猪来说 胚猪有个特定的结构 这些结构要求你们什么呢 了解就行了 听到没有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胚猪是长在子房里面 有个特定结构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 胚猪将来受精 会跟这个收精卵 那么形成收精卵之后 胚猪会随着它里面的 收精卵细胞一起发育 形成植物的种子 那么胚猪的猪壁 就形成植物的种子的种皮 而外面的子房壁 就会形成果实的果皮 形成果实的果皮 那么作为一个胚猪来说 它上面有这样多的结构 分别猪捆 猪壁 猪心 胚囊 猪饼 还有核点 猪捆是什么 猪捆指的就是在胚猪上的 一个捆状结构 那么这个捆状结构的作用是什么 它就是 花粉立在 那个柱头上门发之后 产生花粉管沿着花柱下来 这个猪捆就是花粉的什么呢 花粉管进出的一个通道 那么 花粉管通过猪捆伸进来之后了 就碰上什么呢 猪心里面的这个 胚脑里面的这个卵细胞 和两个结合细胞 形成受精 猪壁就是这个胚猪的什么呢 外壁 你们理解为 理解胚猪的外壁 就行了 那么 胚囊 这个胚囊 其实里面理解为就是什么呢 最初的那个 受精 那个胚的前身 胚的前身 那么你们要注意胚囊的结构 要注意一下 一个胚囊里面呢 它有很多的细胞 有很多的细胞 一般是有这样几个 那么其实有一个卵细胞 有两个结合细胞 还有两个柱细胞 还有三个什么呢 反足细胞 在这些细胞里面 你们要注意这样两类细胞 一个是卵细胞 另外是两个结合细胞 要注意一下 其中卵细胞受精 就形成了受精卵 对不对 那么它将来就发育成这个 呸 而 结合细胞也会受精 对壁子之物来说 结合细胞会受精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 讨论它脂肪 对不对 只有壁子之物才有脂肪 那么脂肪里面的这两个结合 结合细胞也会受精 它受精长成什么 它受精长成胚乳 胚乳的作用 就是给这个植物的胚 提供营养 胚在非常年幼的时候 它吸收的营养 主要来自于胚乳 那么有些植物的胚 随着胚的长大 胚乳慢慢的 就让胚吸收完了 而有些植物 在它成熟之后 形成果实之后 它的胚乳还存在 还存在 我们将来区分种子的时候 根据胚乳的有物 可以把种子分为 有胚乳种子和无胚乳种子 那么 很多的植物 我们知道动物 不可能有这种受精现象 是不是 那么一般只有一个 精子和卵细胞受精 对鼻子植物来说 它的这个什么呢 在一个胚囊里面 卵细胞和这个两个结合细胞 同时受精的这种现象 我们称之为双受精 这是鼻子植物来说 特有的现象 鼻子植物所特有的现象 那么 罗子植物有没有这个现象了 没有 罗子植物很奇怪的 就是在一个胚囊里头 它有多个卵细胞 多个卵细胞 那么它的受精就是多个卵细胞 同时受精 我们称之为多胚现象 对鼻子 对罗子植物来说 有多胚现象 但它们也有结合细胞 对鼻子植物来说 有双受精现象 这是鼻子植物来说 特有的这样一种现象 所特有的这样一种现象 这是胚猪的构造 那么胚猪的类型 这个邀请你们了解就行了 那么我们教材算到四类 分为直生胚猪 横生的 有弯生的 有道生的 不管它是怎么着生 大家注意 这个邀请了解就行了 那么它的学习观点 教材是这样讲的 主要就是 胚猪在生长的时候 它在这个猪柄上长的时候 那么靠近猪柄的区域 和远离猪柄的区域 它的生长速度不一样 主要生长速度不一样 它会分别形成 直生的 横生的 什么弯生 道生等等 这些邀请大家了解就行了 这一部分来 我不做详细介绍了 不做详细介绍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 我们花了将近三节课的时间 给你们介绍花的结构 我们介绍了花托 花贵 熊瑞和磁瑞 我们讲磁瑞讲的最多了 讲了磁瑞的类型 脂肪 心气等等 这是我们讲的花的结构 就讲完了 我们花的时间 非常多 也是这一部分的 我们这节的一个重点 这节的一个重点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叫花的类型 花的类型 我们前面给你们介绍的是花罐的类型 对不对 这种跟大家介绍花的类型 我们生活中所见的植物的花是形形色色的 那么它的结构很多 对花进行分类 有非常多的分类的什么标准 或者分类的依据 我们对花进行分类的依据不一样 那么你对花进行的分类也不一样 进行的分类也不一样 我们有非常多的分类依据 那么这些部分 尤其同样 大家要什么 要充分的理解 如果说将来我们在讲的具体分类学的时候 我们说了一个花的这样一个名词 比方说我说这是个什么叫虫蜜花 或者是一个完全花 你马上就反应过了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行了 第一类 我们可以这样分 可以根据什么呢 四个结构师傅同时存在进行分类 哪四个结构来 可以根据一朵花里面师傅同时具有花鳄 花罐 雄瑞群和雌瑞群进行分类 如果说一朵花里面这四个结构同时具有 我们称之为完全花 如果说四个里面缺少其中之一 或者缺少其中之二 或者更多的话 我们称之为不完全花 这是根据什么呢 我们指导演于什么呢 花鳄花罐雄瑞和雌瑞 我们管不管花鳄和花梗 不管 那么像我们常见的哪些呢 像你们见的月季玫瑰 这些植物呢 它的四部分都有 这是典型的什么呢 叫完全花 而像我们见的百合 百合花呢 它是这样的 它只有花壁 也就是说没有花和花罐的区别 我们称之为不完全花 还有哪些呢 像我们见的桑树 桑树的花呢 是分雌雄的 就同一朵花里面 它的雌瑞和雄瑞不可能同时出现 这叫什么呢 不完全花 这就是第一类 完全花和这个不完全花 那么你们注意 我们生活中所见的植物里面 大多数植物的花是完全花 那么有些呢 也有很不少是这个不完全花 不完全花 这是第一类 你要注意 我们分类的依据是 主要是什么呢 这四者 花鳄 花罐 雄瑞和雌瑞 是否同时具有 这样一个标准 第二个分类方法是 我们只关心 它的花鳄和花罐 是否同时存在 而不关心其他的 那么 如果是一朵花里面 同时 它的花鳄 花罐都存在 我们称之为 虫壁花 像我刚才讲的像毛梗 玫瑰 月景 这些植物的花来 那典型的是虫壁花 而如果说 花鳄花罐缺少其中之一 或者说是花鳄花罐 没有明显的界限 这种花我们叫单壁花 我们叫单壁花 那像我刚才说了 像百合花 百合花来 那是典型的这个单壁花 有些花是这样的 花鳄和花罐都没有 在大花里面 只有什么呢 雄锐或者是只有雌锐 那么把这样的话 我们称之为无碧花 那下来 你像银杏 银杏的雄花 你们校门口那几个银杏都是雄珠 你们看下面掉了很多 那个碎状的结构 那就是它的花絮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雄锐 花瓣有没有来 没有 这叫无碧花 还有我们生活们所见的 比方说杨树柳树的花 通常都是这个典型的无碧花 它只有雄锐或者只有雌锐 这叫无碧花 另外一类是纯瓣花 纯瓣花这种花会在野生植物里面 要相对少一些 通常出现的栽培植物里头 它指的什么呢 它指的就是 正常的植物来 那么它的花瓣的数目 那个轮数是有限的 而纯瓣花指的就是 在玉珠花里面 它的花瓣 或者花罐来构成很多的轮 或者很多层 我们称之为纯瓣花 那下来 比方说像我们建的像 现在栽培的月季 对不对 还有像你们常见的那个什么呢 突然就短路了 突然就短路了 常见的这个纯瓣花是非常多像那个十六 十六花来 这些都是典型的什么呢 纯瓣花 要注意 纯瓣和纯瓣要进行区分 这两个有一字之差 可是它们的什么呢 概念完全不一样 概念完全不一样 这是第二类 那么第三类了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样分 我们只着眼于 这一朵花里面是否什么呢 同时具有雄锐和瓷锐 如果一朵花里面同时具有这两者 我们称之为两性花 两性花 如果说一朵花里面 它只有雄锐或者了只有瓷锐 我们就称之为 单性花 那么两性花的植物很多了 像我们常见的哪些呢 像豌豆 你们见的桃树 杏树 栗树等等 这大多数都是两性花 而单性花是哪些呢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像桑树 这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单性花的植物 像银杏 这也是单性花 那么要注意 单性花 它有这样的可能 如果说同一个植物上面 同时有什么呢 有寻性和瓷性的花 也就是说这两性花了 出现同一个植物上面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单性同树 或者单性同株 理解没有 如果说呢 那个 这是单性和寻性和瓷性的花 出现在什么呢 不同的植物上面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瓷性异树 或者单性异树 这种称呼都是一样的 那么像我们熊王中所建的植物 像我刚才说的桑树 那大多数是什么呢 大多数是 雌蟹 一株的植物 就是它的 雄花和雌花 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植物上面 也就是说 简单来说树 它的树可以分成什么呢 雌树 或者雄树 雌树 或者雄树 那下来我们中央的虎杖 廖哥的虎杖 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植物 它这个植物呢 也分瓷雄 也分瓷雄 这就是两性花和单性花 我们只长眼于什么呢 它的雄锐和雌锐 那么我们 这个上面看的图上 你们看的是这个桑树的花 那么左侧的 这些是它的雄花 那么绿色的 这是它的花壁 这上面是什么呢 它一般一朵花里面有四个雄锐 这就是雄花 右侧的 这是让我们看的是它的什么呢 雌花 那么上面的四片什么呢 主要是它的花壁 而下方这个是彭纳的 是它的什么呢 雌锐 那么你们注意 雌锐的柱头是几列了 两列的 对吧 那么要注意啊 对桑这个植物来说 它的花壁 雌花啊 花子开完之后了 花壁并不脱落 它往往这个四个花壁了 它形成肉质的结构 一成熟之后变成黑色的 你们吃的桑树 主要肉质的那不是果实 而是它的什么呢 四个雌花的花壁 花壁片你们吃的是 不信你们下来看一下 这是你把那四个花壁掰开之后 你发现它里面才有它的果实 啊 才有果实 这是两性花和这个单性花 那么此外来 有些花来 它的这个什么 雌锐和雌锐都没有 只有花壁 我们称之为无性花 啊 我们称之无性花 生活中有没有来 有 你比方说像活草科 绣球鼠的植物啊 甲米鼠的植物了 通常都有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无性花是咋回事了 它通常长的时候 它跟有性花 共同构成一个花絮 往往是我们所见的就是 无性花来 长在这个花絮的外围 它的花壁来 长得非常大 大而鲜艳 而它的有性花来 长在花絮的中央 通常小 那么它我们认为啊 这种无性花呢 它在进化的过程中 它很有意思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什么呢 主要作用就是 那么 传粉源的昆虫过来之后 看到非常鲜艳的花罐 对不对 想过来采蜜 那么一般 这种无性花的花壁上面 是没有任何蜜的 没有蜜 它只是把昆虫吸引过来 那么昆虫吸引过来之后发现 靠近无性花的中央 还有什么呢 有性花 那么有性花一般才提供什么呢 花蜜 很多人认为 这个花啊 那么能够给植物提供 给昆虫提供这个蜜 这和昆虫之间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 你既然想从我这里获得这个蜜汁 那么你也应该给我做点棍权 做什么棍权呢 你要给我传粉 给我传粉 这就是植物和那个 它外界的这个动物 或者小昆虫 在协同进化的过程中 形成的一种什么呢 相互 那个共生的关系 相互那个的关系 这是根据那个 玉朵花里面 熊类和磁瑞 我们进行这样分类 那么此外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花壁的对称情况 进行分类 我们可以分为三类 分为辐射对称 两侧对称和不对称花 那么辐射对称很简单 要注意在这个地方讲的对称 绝对不是几何学上所说的严格对称 它是形式 形式 那么辐射对称指的就是 在玉朵花里面 它的对称面 或者对称轴 有几条来 不止一条 那么两刀两条以上 像这样的话 我们称之为辐射对称 而两侧对称指的 玉朵花里面 只有一条对称面 或者一个对称轴 这就两侧对称 神圳有像花来 你根本找不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对称面 你也找不到 那么像这样的 我们叫不对称花 叫不对称花 我们看这个图 那么左侧这个是 刚才我们讲了 这是什么呢 十字花科的植物 油菜的花 你们可以看到 有几条对称柱了 至少能找到四条 对不对 至少能找到四条对称柱 就是沿着花瓣的 对角线可以有两条 对不对 再沿着它们分裂的 这个裂片的 也有两条四条 这典型的是什么呢 辐射对称 而两侧对称的 有哪些了 你比方说像我们前面 讲的洁心花 沿着其瓣 两侧有什么呢 一极瓣和龙骨瓣 它们只有一个对称面 对不对 另外我们讲的像 纯形花瓣 纯形花瓣也就拿下来 你比方说像 它的上唇两裂 裂片是对称的 下唇是三裂的 那么沿着中间的那个裂片 它们总是两两对称的 不可能找出第二条对称面 这就是什么呢 两侧对称 而有些种的花 完全没有一个对称面 拿下来 你比方说像 我们建的那个纯瓣花 像拿下来 像玫瑰 月桀 很多蔷薇 这些没有一个对称面 这叫不对称 那么我们一般要注意 有两个词 一般人们把这个 辐射对称花 一般称这为整齐花 辐射对称的花冠 我们称这为整齐花 而两侧对称了 我们一般称这为不整齐花 不整齐花 大多数人目前认为 花有辐射对称 像两侧对称 它们之间存在一个什么呢 一个原始 一个进化的关系 一个原始 一个进化的关系 这就是根据花臂的什么呢 对称情况 我们可以对花进行什么的 分类 我们也就是 讲花的类型 我们讲了四大类 并不代表花 只有这四类 而是我们什么呢 分类的眼光不一样 这是我们讲的 第二个问题 下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描述 一朵花 如何去描述一朵花 那么我们既然是 我记得每年就是 研究生考试复试的时候 如果说他参加 是要用植物学的考试 我们有一个面试 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总是要给他一朵花 让他进行描述 当然 这个描述来 很多同学来 是以文字的形式描述 那么文字形式描述 就是看你的工底 你对花的各个器官形态的术语 掌握的如何 有些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他连术语都描述不出来 这反应的是基本功 我们不管是因为文字 或者其他方式描述一朵花 要注意描述的顺序 那么我们一般是从外相对 对不对 先说花梗 花托 什么花恶 花管等等 从外相对描述 我们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说的 对花的描述 我不给大家讲文字的描述 因为文字描述 你们教材讲的花 全部是文字描述 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述的是 有两类描述方式 一类叫花城式 另外一类叫花图式 花城式是个重点 花城式也叫花公式 也叫花公式 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 花城式也叫花公式 它指的就是用一定的符号 注意一个符号 一定的数字和字母 这三类来有机的排列来描述一朵花 这叫什么呢 花城式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很直观 我一下子就知道这个花的什么呢 各个结构的数目等等 它的缺点是不能直观的看这个花的排列 比方说它都是年和状排列的 还是富瓦状排列的 你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但是这部分要求你们要什么呢 一定要会认 比方说将来给你一个花城式 要求你要理解这个花到底是一个什么排列 要注意我们主要演于这样几个 第一个是花的性别 那么我们分别用什么呢 群性和这个雌性的符号来表示花的性别 如果是两性 你把这两个符号加在一起 这就表示两性 因为这个星号和这个一个箭头分别表示的是 这个表示辐射对称 这个表示的是两侧对称 这是我说的第一种是用符号来表示它的什么呢 性别和对称情况 此外 用五个字母来表示的这个花的什么呢 各个结构 分别是K C I 还有G 这两种结构一圈中就一个字母来表示 P 我们K就是那个Kalix 就是花个 C Corolla是花冠 I是雄锐 G是雌锐 如果有些植物的花呢 它的花个和花冠两者缺少其中之一 或者这两者没有明显的区分的话 我们通通称之为花壁 就用P来表示 这是字母 第三类就是什么呢 数字 数字表示的就是各个什么呢 结构的数目 各个结构的数目 最后一种就是还有很多符号 也变成括号 括号我们表示的就是 这个各个结构的什么呢 联合 如果没有括号表示的就是 分离 没有表示就是分离 还有这样一个符号表示 无限的这样一个符号表示的就是什么呢 主要的是 其中一个特征呢 非常多 这叫无限的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符号 字母 还叫数字 来描述什么呢 一朵花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就是 花什么事呢 我们说的这个花城市 下面我举个例子 下面我举个例子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我们拿一个弯豆的话来说吧 弯豆 弯豆的话 你们想一下 我们先说从外面先描述的是 所以它是个两性花对不对 它是两侧对称的 对吧 它是叠形花 是两侧对称 那么描述完之后 下面就描述它的花果 花果是弯豆 弯豆的花果是几枚了 五枚 可是它的花果是联合的 五枚联合 也就是先端是五列的 这些没有 那么它花罐 你们想到豆柯是叠形花 刚才说了叠形花花罐几枚啊 五枚是不是 有一枚其半 两枚一枚和两枚龙五枚 它们三枚是 它们彼此之间分离的 那你写个五句行吗 对吧 那么我刚才说了 豆柯的雄味是 九加一的那种什么雄味了 九加一的那种二体雄味 九枚联合 一枚分离 那么九枚联合 你就写个括号 表示要九枚雄味联合 再加一个几个雄味了 十个 一看那就是二体雄味 所以豆柯来说 子房是上位的 括号里面表示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数字 表示的是它的 心平数 第二个数字 表示的是 子房的死数 第三个表示的是 它 黑猪的数字 那么我们这样来描述一个花 就是说 豌豆的花是什么呢 是两星花 两侧都称 花鳄五枚 联合 对吧 花冠五枚 分离 雄味是什么呢 十枚 就成九枚联合 一枚分离 或者你直接可以说是 雄味十枚 形成二体雄味 对吧 那么子房上位 一心皮 一石 黑猪 多数 这就行了 这就描述什么呢 典型的一个花城市的解读 典型的一个花城市的解读 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 那么 这是花城市 花图示来 邀请你们了解就行了 花图示跟花城市不一样 它是用特定的什么呢 一些图形 线条 来直观的什么呢 画上一朵花的结构 那么你们注意 它的特征就是用什么呢 很多线条和那个图示来画一朵花 那么它跟这个比较起来啊 它的优点啊 花图示的优点就是 我们能看到花的这个个排列的方式 是否能看得出来 很直观 第二个 它的缺点就是什么呢 如果说一个人没有特定的画绘图的这个天赋 它很难画出这样一个典型的画图示 这是它的缺点 而花图示的优点就是什么呢 很直观 我们都可以写出来 而缺点是 我们不没办法直观的看这个什么呢 看这个花的排列方式 那么像这个图你们看一下啊 最下面表示的是最下方的 那么是包片是这样的 然后边上的这是花个几枚了 一二三四五五枚花个 花个里面黑色的就是花罐啊 那么中央的是什么呢 这是雄锐 它是从一个透视的眼光来看 那么这个雄锐 你们注意这是什么雄锐 二体雄锐 这是一个独立的 别的九个是联合 中央就是 紫房 那么紫房做个横前 你们看这属于什么台座了 边缘台座啊 边缘台座 那么它有配猪啊 有配猪 一个屎啊 一个屎一个心皮 所以说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看得很清楚 能看到排列啊 能看到排列 这就是花图示啊 花图示 那么前面对这个花的结构 我们就介绍完了啊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啊 很长的时间 呃 先下课啊 我们先下课 我们等会介绍这个花絮 先花絮 我没见过 这一集 我优优优独播哪里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